运动选手投入训练 日以继夜挥洒汗水和泪水 为的就是出战保持最佳状态 但高长度激烈训练及比赛 经常导致肌肉紧绷疲劳甚至有受伤情况 我这边最常见到的其实就是脚踝扭伤是第一个 那我们就所谓的翻船 除此之外我们在因为有时我们关节在受伤的时候 我们肌肉会很紧绷 那在肌肉紧绷会造成我们的病人会疼痛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会借由针灸 或是说有时候我们也是用雷射针灸 那我们就放松它周边的肌肉 中医疗法除了传统针灸以外 近年雷射针灸也成为运动选手们的新选择 雷射针灸的差异是在于说 它突破了一般针灸的障碍 不会穿皮 所以对疼痛的刺激就比较小 有一些危险的部位 譬如说我们担心它气胸的话 许多的血点其实是不太会去争刺的 我们其实可以用雷射针灸来取代 传统针灸以侵入方式刺激穴位 雷射针灸则以低能量光疗照射法 对怕针怕痛的人来说 简直是小确幸 真的不会痛 运动风气盛行的时代 许多运动员在赛前赛后 都会选择像这样来进行雷射针灸的治疗 除此之外也会来做运动按摩 降低肌肉的紧绷度 运动按摩店业绩每年翻倍成长 店长坦言 今年开业店家的数量甚至飙涨三倍 但要成为一位运动按摩师 也不简单 门槛的话 我觉得基本的人体的解剖学 然后机动学要够了解 然后再来也要懂一点 重量训练的动作 因为运动按摩不但是 解决它肌肉上的问题 有可能有时候是 它功能性上面的问题 运动风气迅速攀升 不论是专业运动员 还是一般民众 不仅重视锻炼身体 也渐渐认识到运动后 恢复的重要性 欢迎新闻科冠城谢爱泉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